为老人家开车后继 来到加拿大不久就得到老先生去世的消息 教会里继续为老太太开车的姐妹Julia说 她也适应了与老太太的交流 这让我一颗悬挂的心放下了 98年我来到一家船公司工作 在一次圣诞节聚会中 我与同事们分享了在美国为老人家开车的经历 在讲述的过程中 无意提到了老先生的名字 一位同事立刻打断我 并叫我重复一遍老先生的名字 同事很震惊并问我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就是我们公司的创建人大老板啊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世界也太小了吧 经过再三确认 我证实了我所认识的老人家 就是该船公司的创建人 目前有他两个儿子在掌管运作 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现任总经理的耳朵 他借机来加拿大出差 专门到我的办公桌前来感谢我 他认出曾经在他父母家见过我 我们都感叹这是一个小世界 我问其老太太的境况如何 他回答说 越来越糟糕 只认识阿尼和我安排的朱莉亚姐妹 老太太十年前 已经回到了天家和老先生团聚 总有一天 我们也会在天家相聚 并且永远不分开了 感谢观看